行啊 你不提离婚 我也是要提的 你真以为我是盼你们吗 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 你赶快离 明天就给我去离 你一天都不要在我家里多待 这房子是我们的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孩子 反正你也离不开 那你就直接带走吧 你现在就去收拾你的衣服 马上给我滚出去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还有 孩子你带走之后你自己管 别想问我们要抚养费 我们不可能给你出衣养费的 看来你这如意算盘 在你的心里已经打了很久了吧 你早就开始算计我了 你就盼望着我净身出户 把孩子也给带走 好让你的儿子 再给你娶一个千金大小姐回来 你真是太不要脸了 撑枪都没有你的脸皮厚 老婆 我劝你可要想清楚 离婚对你可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你现在跟我妈道歉 并把给你妈的一万块钱要回来 我就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要不然的话 你就等着后悔吧 既然今天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们再过下去是不可能的了 就算是不离婚 我也没有看出来对我有什么好处 再说了 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孝子吗 你既然这么听你妈的话 这婚你会不离吗 还有 买房子的时候首付是我出的 房贷也是我自己还的 这些银行都是有票据流水可以查出来的 如果你们非要霸占我的房子 那你们就等着法律的审判吧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狠毒啊 竟然想起诉我们 你可真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坏女人 我告诉你 这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 已经住习惯了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 你马上给我滚出去 老婆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 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有一些小矛盾 我们吵几句嘴就算了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咱们的孩子现在还小 难道你真的忍心 让他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吗 看在孩子份上 我们就不要离婚了吧 你以为是我愿意离婚吗 是你妈逼我的 家本来就是一个温暖的港湾 可是在这个家 我丝毫感受不到一点点的温暖和关怀 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 老婆 我们不离婚 我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 我和我妈以后都会对你好的 老婆看着老公诚恳的态度 再看一眼还年幼的孩子 离婚的心又动摇了 可是此时婆婆又说话了 儿子 对这种女人你一定要强硬一点 你越是向她服软 她就越是得寸进尺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们的名字 你让她去告 我看她告不告得赢 好 既然你这么硬气 那你就等着瞧吧 这婚礼定了 你们想霸占我的房子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就等着被赶出去吧 老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非要闹成这样吗 我妈她年纪大了 你就不能让着她一点吗 她可是你的婆婆 你得听她的 张小凡 我告诉你 我忍她已经忍了很多年了 早就已经忍够了 年纪大不是蛮横不讲理的托词 不能以老卖老 儿子 你就跟她离婚 你看她离了婚之后 带着一个脱油瓶 还有谁会娶她 老婆 我妈说的都是气话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我们以后好好的过日子 一起把孩子抚养长大 如果我们离婚了 你将来带着孩子嫁给别人 后爸肯定不会对孩子好的 你别搞笑了 就她这个样子离了婚还能嫁人吗 真是笑话 我看她就是要嫁 也是嫁一个年过半百期老八十的老头子吧 妈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如果真的离婚了 以后谁管我们的生活啊 咱们还要指望着她赚钱 管我们吃 管我们穿呢 把我们伺候的好好的 原来这就是你不跟我离婚的理由 你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 你找老婆 就是想有个人赚钱给你们花 伺候你们生活 你们真的是太无耻了 老婆 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过日子的 此时的老婆 已经对老公和婆婆彻底的死心了 于是第二天起诉了他们 没有过多久 他们就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于是婆婆当即就给小敏打去了电话 真是没有想到 你这个女人真的敢这样做 你真是一个狠心狠毒的无情女人 论狠心狠毒 我真的是比不上你们母子 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而已 什么你的东西 孩子不是都已经让你带走了吗 那房子可不是你的 那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我们的名字 和你这样无耻的人多说无意 我们就等着法律的审判吧 我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老婆 你赶紧去撤诉吧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何必要撕破脸呢 撤诉 那我问问你 撤诉之后 你打算怎么办呢 老婆 只要你撤诉 我什么都听你的 好 你想让我撤诉也可以 但是我有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吧 第一个条件 我们和你妈分开住 让你妈回她自己的家去住 老婆 我妈救我一个孩子 你这样做不太好吧 再说了 你把婆婆赶走了 要是被邻居知道了 人家会戳你几两骨的 你这个臭女人 我告诉你 我儿子的家就是我的家 我就住在我儿子家 哪里都不会去的 你休想把我赶出去 如果你妈继续住在这里 也可以 不过以后 她不能插手我们夫妻之间的任何事情 她越插手就越麻烦 一点点小事情就会变成一件大事 还有 你妈每个月要交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做你的白日梦吧 我不要你们给我养老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还想让我给你出生活费 你自己有那么多的退休金 还要找我要养老钱 你想要养老钱 也要找你儿子要 我可不会给你 第二个条件 你儿子的工资拿出来做家用 从此以后 我不再负担家里的任何开销 第三个条件 把房子的首付款 和我这些年环的月宫 给我一半 以后月宫也要每个人各出一半 不能让我一个人出 你这个女人还真是财迷心窍呀 在你的眼里 只有钱还有没有家 有没有亲情了 首付都已经付了那么久了 你还要我儿子给你一半 两口子过日子 哪有像你这样斤斤计较的 分这么清楚干什么 老婆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我以后想办法赚钱再给你行吗 再说了 既然你一直都是承担着家里的日常开销 你的工资也足够支付房贷啊 那我的工资还是存起来吧 将来留给我们的儿子 你看这样行吗 你觉得行吗 如果按你说的 还不是换汤不换药 我继续当你们的赚钱机器 养你们一家老小 我可不会再那么傻了 我看你并不是真心的想要保全这个家 你只不过想要我的房子而已 就你这样的秉性 看来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了 我就是给你再多的机会 也白白浪费 就这样吧 我不想再跟你多说废话了 最后 把愿把房子和孩子都判给了小米 活泼和老公也无奈的搬出了那套房子 朋友们 你们支持老婆的做法吗 你们觉得老公是真心想挽留老婆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